大军师司马懿一共拍了333天 杜毅恒就在族里待了333天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把自己变成了曹爽 一个在后三国时代 一度权倾天下的魏国大将军 军师联盟中的司马懿 小心翼翼 隐忍不发 到了虎啸龙营 司马懿抛去束缚 大展拳脚 对外他制斗诸葛亮 队内他的对手则是曹爽 虽然曹爽并不是三国里鼎鼎大名的人物 但却不容小觑 杜毅恒认为曹爽并不是一个莽夫 否则也不可能在魏明帝曹瑞去世之后 能够辅佐右帝曹邦 并且把持权柄一零年 能在政治上有如此作为之人 绝不可能是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 因此在虎啸龙营中 曹爽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立体 杜毅恒既有智慧谋略 也有细腻柔情 在杜毅恒看来 虎啸龙营中的曹爽 是一个有智慧 有权力 也有感情的人 曹爽跟曹操很像 都非常霸气 可以说他是第二个曹操 他还有智慧 尤其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除此之外 他孝顺父母 非常专情 一生只娶了一个夫人 历史书中曹爽的形象 还是略微有些单薄 杜毅恒非常喜欢剧本中曹爽的角色 更加生活化 也有很大的戏剧空间 为宁帝曹瑞去世之后 曹爽与司马懿同为辅政大臣 共同辅助年仅八岁的少主曹芳 曹爽是曹真的长子 在曹修和曹真去世之后 成为曹家江的第三代领军人 曹爽作为一个大孝子 觉得父亲曹真的死权归罪于司马懿救兵来的太迟 因此将司马懿示弱仇人 处处与之争锋相对 当二人同为辅政大臣时 曹爽亲近和彦 丁逆等人 排挤司马懿 将其名声案叫为太傅 驾攻司马懿 并且夺走了他的兵权 我经常琢磨眼神 因为曹爽这个角色 在前期和后期的转折很大 当曹真在世的时候 他一切听从父亲的意思 父亲去世之后 他开始为父报仇 与司马懿作对 苦心经营人际网络 独揽大权 因此 他在面对不同的对手演员 和处于不同的阶段时 眼神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想通过眼神来传达曹爽内心的情感和心理状态 历史上著名的高平林事变 发生在公元246年 正当曹爽带着曹方去洛阳击败魏民敌之时 司马懿发动政变 逼曹爽交出兵权 不臣之心尽献 失去了兵权的曹爽 也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点 令人唏嘘 打磨精品 不计成本入行多年 杜逸恒曾出演过电影 《敌人节之通天帝国》 《让子弹飞》 《鸿门宴》 《智取微虎山》等作品 逐渐被观众熟知 能够在大军师司马懿中饰演曹爽 让杜逸恒感到很幸福 作为演员 全身心投入创作 与角色融为一体 是一次全情投入的享受和快乐 导演张永新和吴秀波都是三国迷 对待艺术创作一丝不苟的精神 让杜逸恒感佩良多 在影视行业整体大环境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 大军师司马懿特立独行 筹备达四年之久 基本上一天只拍一两场戏 每次在拍之前 导演 吴秀波以及主要演员都为坐在一起聊戏 直到聊透彻了 才开始拍 一般光是说戏就要花两至三个小时 杜逸恒表示 有一个重场戏让他印象深刻 拍之前说戏就花了八个小时 我们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尊重历史 尊重艺术 创作氛围非常浓郁 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剧组 投资四 五个已拍一部剧 而且为了艺术可以不继承本地付出 做演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 冬天穿短袖 夏天裹棉袄已是司空见惯 当演员是我自己选择的职业 是来源于发自内心的热爱和信念感 我喜欢塑造一个个不同的人物 来体验不同人的内心状态和生活世界 从而丰富我自己的精神生活 也能够通过一些积极正面的形象 来引导观众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杜一恒理解的演员 这个职业的真正价值 虎啸龙银中的龙争虎斗正在上演 曹爽和司马懿的朝堂对决也在徐徐展开 期待杜一恒全时的第二个曹操